她的心里写得这么洒脱 可终究放不下的还是她 我想 如果真有怨气之说 那也就是她们两个人 都想告诉彼此 自己没有忘记 可惜 陈子昕没有听到沈夏的琴声 沈夏 也没有看到她的情书 恭喜你 你赢了 我会背上手中的木吉他 一同去流浪 赢了还不开心吗 只是突然觉得 一百年 真的好长哦 轻轻探索你轻轻尝 这个东西 我已经不需要了 有这样一个伴 没有星星的夜晚 想想最悲怀什么都没有 我再也不会相信祖宠了 遇见对的任务 想不想帮他们完装心愿 想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 我会四处去翱翔 飞到梦中最高的大楼上 一个人歌唱 看着街上匆匆的人啊 看看自己的模样 再看看我现在的家乡 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 沉 Прав 突然觉得 今天完成了一件 特了不起的事 所以呢 所以姐姐今天心情好 允许你配吃配喝 那我是不是应该卸助罗恩 放心吧 我会额外收款的 先生 你还好意思说我 公园里倒贴前的首生咖啡 我可还记得呢 不过话说 你看着也不像那么刁钻的人 为什么故意为难我 别吵 钟声药来了 你会害怕明天呢 也许明天钟声还会再来 其实我早就知道 钟声跟诅咒无关 只不过是创伤后遗症罢了 是我心理压力太大造成的 发生之后那天 我也跟他们吵了一下 你这是做什么 把你的门蕴都吃掉啊 你忘了啊 我可是你的贵人 以后我照着你 最好再注资一下你的猫磐 减免房租就更好了 好 好